大家看这个图 这个图是最明显的 这个图是最明显的 这个黄色的部分就是金中都 黄色的部分就是金中都 这个黑色的部分就是明清北京城 明清北京城它的内城加外城 就是今天的二环路 就是今天的二环路 所以你看这个金中都的宫殿 金中都的宫殿正好在西二环上 就在我们现在的这个位置 正好在西二环上 因此它这个为什么在这地上设立 这个金中都公园 前面还有金中都宫殿的遗址 它正好在这 所以你看这个明清的北京城 跟这个金中都并不存活 金中都的位置相当于今天的宣武和封凯 金中都的正门叫封夷门 就南门为为正 封夷门 封夷门外无礼 磊台祭天 所以这个区才得名叫封台区 就是封夷门外无礼 天坛 天坛你看在明朝七朝的北京城也是在城外 天坛先人坛都在城外 只不过是因为到了嘉靖皇帝的时候迎建外城 才把它包到外城里面 可是地坛日坛月坛还仍然在城外 仍然在城外 所以你看金中都的今天很多地方仍然有痕迹 比如说有一个利则门 你看金中都的利则门今天就是北京三环路上利则桥 另外那是金中都的西北门叫惠城门 今天那有一个惠城门村 所以金中都的一些地名对北京仍然有影响 但是一二一九年蒙古军攻克了金中都 一把大火稍微白地 金国丞相完颜成辉 仰药自尽壮烈殉国 到了金宣宗的时候呢 东城就迁到了开封 迁到了宋朝的故都开封 把这宣宗南迁 以后的金国就是在河南一地苟延残传 直到一二三四年宋猛联合灭金 攻克这个蔡州 金国的末代皇帝啊 这个哀宗完颜首续壮烈殉国 所以这个中国历史上啊 亡国之军被废被服被杀 能够做到以身殉设计的不多 著名的就是金哀宗完颜首续和明司宗 崇祯皇帝 完颜首续是国破家王之地上吊自杀 崇祯皇帝也是 闯贼李自成攻克北京城 兴兵范阙 崇祯皇帝这个眉山自义 能做到这一点呢 很少 很少 所以这个金忠都的这个营建呢 就从这个什么时候 从那个海凌王时代开始大举的营建 实际上金国的头三代皇帝 太祖太宗西宗 在惠宁 今天黑龙江阿城 在惠宁 然后呢 从海凌王到世宗 到世宗完颜雍 张宗完颜井 这个魏绍王完颜勇气 只有这四位皇帝啊 这个在金中都 也就是说这个金国在中都这个地方建都 其实就几十年的样子啊 就几十年的样子 宣宗南迁开封 埃宗就开始打游击了 就就一会儿蔡州一会儿邓州就开始打游击了 所以金国九位皇帝 前三位在黑龙江 后两位在河南 只有中间四位在北京这个地方 他帝都的时间啊 并不长啊 但是呢 北京 辽 金 元 明 清 五朝故都 辽 契丹人 金 宇贞人 元 蒙古人 明 就算是汉人了 实际上但是他的这个典章制度全都继承的是元朝 高度蒙古化的这个汉人王朝 然后清又是女真人 满洲人 满洲人 也就是北京作为五朝故都四个是少数民族王 当时这个明军收复这个元大都 攻克元大都都说 是这个地方沦陷在这个这个遗敌之首四百年 首次被汉族光复 幽云石头州等于是被这个少数民族占了四百年 直到明军北伐才攻克回来 所以当时这个这个 临陶的这个皇宫到嘉靖年间 奏这个宫廷雅乐 都专门有一个平幽云之章 什么这个湖运推迁鲁运一 王师北草定燕姬 他就专门有这个有这么一张 就这太不容易了 丢了四百年的地儿 好不容易收回来 好不容易收回来 所以这个地方四百年来 他的这个营建建设 其实都是跟其他这个民族的这个历史 是分不开的 是分不开的 特别是女真人 女真人是你看辽国 以幽云十六州跟宋朝分界 就是今天的这个到这个哪儿 到这个北京南边 那固安 固安那边是国境县 也就是辽国呢 他只是原来的这个中原汉地 他只占了幽云十六州 基本上还可以认为 他是一个游牧化的王朝 他只占了这个幽云十六州 是汉地 那么这个这个到了金国的时候 整个淮河以北 全是金国的地方了 是吧 所以这个这个路由一写 是楼船夜雪 瓜州渡铁马 秋风大散关 是吧 这个这个这个 瓜州以北大散关以北 这就已经是这个这个 金国的地方 那人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南北朝 是吧 这个淮水大散关为界 正好就今天给不给暖气的地方 就就就分界了 是吧 所以金国他实际上是作为一个统一了半个中国的王朝 他把都城定在北京 所以金中都才是北京立都之始 那才是立都之始 当然统一王朝的首都那从元大都开始算 元大都开始算 但是金中都都是就统一了半个中国的王朝 在这立都 所以这也是很了不起 那所以海陵王王燕亮 把都城迁到这个北京 极大的推动了女贞贵族的汉话 极大的推动了女贞贵族汉话 王燕亮就是一个 这个汉文化修养非常高的人 你别看他是个暴君 你看你去搜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王燕亮那些诗词在网上都有 特别他有一首踊跃 踊跃的这个词 那比文人写的那真的是水平高多了 文人都叽叽歪歪的是吧 没什么意思 王燕亮写的那个 你要这月来要不出来 我一刀剁了你 这他妈气魄多大 你想想 比那叽叽歪歪的什么秦少游 什么刘勇 这都是什么玩意儿 比这帮人写的强多了 所以你可以看 这王燕亮他就是野心太大了 跟他的智力不成正比 王燕亮一生三大爱三大理想 第一个是得天下大权 这他得了 他把自己的堂弟世宗完颜胆杀了篡位上台 所以这个这个这个他得了得天下大权 第二呢 率师伐国 执席军长问罪于前 他要这个灭掉其他国家 他说当时天下五分 整个这个天下分成了五个国家 大金 宋朝 西夏 大理 和高丽 这五个国家都应该灭掉 都应该让我大金统一 这是他的第二个理想 第三个理想呢 就是得天下绝色女子 而欺之 只要是这个有美女 我都想要 所以他为什么要讨伐南宋 是有一个这个汉族大臣告诉他 说这个宋高宗的刘贵妃呀 美的呀就简直就没有这么个人了 就美的跟PS出来的特别美 所以这完颜亮一听 我得灭了南宋 在这个开封给他建了宫殿 修了卧室 还准备了新被褥 准备发送 所以海灵王率五十万大军发送 但是他这五十万大军里 女真人能有多少 是吧 女真人一共有没有五十万人 都两说的 女真人没有多少人 没有多少人 你想这个清朝灭亡的时候 满洲人一共才不到五百万 今天满族人才多少 是吧 今天的满族人还大多数都是 都不是真的满族人 都是为了高考加分 能变成满族的 是吧 所以你想今天一共才多少人 那当年女真人能有多少 所以他是 六十万 六十万大军发送 这个一个是虚数 可能春牛逼没这么多人 再一个呢 他大部分蒸发的是什么 契丹人呐 渤害人呐 这个汉人 尤其是汉人是战友绝大多数 当然那样汉人一般不愿意跟南宋作战 这是他的心理上的祖国 本月他弄了一帮外籍军团去打仗 所以采石基一战 被这个名将 被这个南宋的这个鱼鲁门 在采石基打破金军 后来这个北方的这个造反了 镇守这个辽阳镇守东都辽阳的这个宗王 葛王完颜庸就就就就就就起兵 就把这个这个这个把他给废了 然后他就被杜将弄死了 他他跟他士尊完颜胆一样也是被杀掉了 所以他死了之后没有庙号也没有士号啊 就是凯陵王就他原来的王号 他就被退掉 还有呢就是他一死完颜庸 这个继位啊 就是在辽阳继位这就是金世宗 世宗是金国最有出息的皇帝 号称北方小柔顺 在位二十九年北京著名的卢沟桥 就修造于金世宗大定十五年 这个燕京八景之一的卢沟桥 就是那个时候书的 是吧 世宗时代 世宗皇帝听到周围的这个侍卫说女真女 就激动的掉眼泪了 就说明那个时候的女真女就没什么人说了 就可见这个女真人汉化的这个速度啊 比这个大清宗官之后汉化的速度都快 他这个这个世宗让自己的孙子就是张宗 完颜景能够继位 为什么就是因为张宗完颜景会拍爷爷马屁 在爷爷面前说女真女 而且呢这个完颜景啊做这个北京市长 大兴福尹 那个时候北京叫大兴福 中都大兴福 他做这个大兴福尹的时候 审女真人用女真语 审汉人用汉语 所以他就哎呀 元王不忘本啊 封他为元王不忘本 所以让他继位 结果就是在完颜景的时候 女真人的汉化水平是最快的 完颜景字如宋徽宗一笔兽 写的唯妙唯肖 词追李后主 像两个王国之军 一个字写的像宋徽宗 词写的像李后主 你想就这么一个皇帝 他哪还有马上那个天子那种萧武平临之气 所以就从那个时候 金国加速汉化的时候 蒙古成吉思汗崛起于墨北 就开始把这个墨北各部统一 1206年在沃南河畔 既大韩卫 就不愿意再接受金国的统治 完颜景去世 把这个皇位传给了自己的叔叔 魏少王完颜永迹 道着传 传给自己叔叔 完颜永迹 昏聩无能 所以到成吉思汗的时候呢 就对这个金国发动了猛烈的进攻 咱们往前那走再去看 这个墨北之后 他就开始对这个金国呢 就不愿意再这个称臣了 不愿意再喝了的这个金国了 所以呢 他就开始那个准备出兵 讨伐金国 当时金国在位的皇帝呢 就是张宗完颜景的皇叔 魏少王完颜永迹 魏少王他为什么只有这个王浩 因为他后来被废了 被抵了全城 胡杀虎试杀 所以呢他就只有王浩 那么这个魏少王在位的时候呢 成吉思汗呢 跟金国呢展开了火战 结果呢就是这个 成吉思汗率大军八斤 野狐岭一战 金军四十万主力 几乎全军覆没 完颜九金完颜万名 两位这个土帅阵亡 金国呢就丧失了跟这个 成吉思汗野战的能力 再加上呢这个魏少王在位的时候呢 两位这个全臣啊 当国就树虎高齐啊 和这个这个 和实列胡杀虎 那这两个人呢 这个这个就尸杀了这个魏少王 尸杀了魏少王之后呢 到这个另立这个金宣宗 宣宗继位之后就把这个魏少王的这个闺女就嫁给了成吉思汗啊 让这个成吉思汗呢退兵啊成吉思汗呢就退兵了 他就退兵了 因为成吉思汗当时呢也就是只是想那个教训一下金国人 可能当时还没有说要灭掉这个金国的这个寻心壮志 退兵之后呢 然后这个金宣宗呢就就就觉得这个这个金中都这个位置啊太危险了啊 蒙古人随时都可以越过长城来进东 所以呢 金宣宗呢就把这个都城呢迁到了这个河南开封 也就是这个北宋的故都啊 因为在这个海陵王迁都之后呢 为了伐南宋啊 就以这个开封呢 为这个金国的南京啊 所以宣宗就把都城呢迁到了这个这个南京啊 迁到了南京啊 留下这个丞相完颜成辉 坚守这个这个中都城啊 当时呢这些就文武百官啊 你包括这个完颜成辉这帮人呢 历见宣宗不可难迁 一旦都城迁走啊 那么最要命的是 你这一迁走 你就由大金皇帝变成河南王了 是吧 你跟这个这个就是东北老家的联系 必然会被这个蒙古人切断啊 所以呢 就建议皇上万万不可迁都 但是金宣宗被蒙古人打怕了 坚持要求这个迁走啊 所以他就把都城迁走了 他一迁走 成吉思汗暴怒啊 说既然跟我会蒙了 你为什么要迁都 你这个迁都呢 就说明了 你跟我这个会蒙不成心啊 你这是想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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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还要跟我作战啊 所以成吉思汗这就找茬呗 实际上就是找茬 然后成吉思汗呢 就再次出兵去攻打这个金国啊 那么金中都呢就迎来了他的末日啊 这个丞相完颜成辉啊 他是一届文官呐啊 完颜成辉是文官 这个兵呢都被这个树虎高旗啊 和狮猎狐杀虎啊 这些呢这个这个全城给带走了啊 所以他手下呢没有兵啊 没有兵啊 所以就是这个金位部队都都这个被调走了啊 都被调走了啊 剩下这点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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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兵游泳 根本就抵抗不住蒙古人啊 所以完颜成辉仰耀不尽啊 这个以死全臣结啊 然后呢这个金中都呢就不出所料呢 被这个蒙古人呢就给攻破了 蒙古人攻破了金中都啊 为了泄愤啊 就一把大火啊 就把这个繁华的金中都烧成了一片焦土啊 以至于后来这个忽必烈营建元大都的时候 就只能另起炉灶 不能在这个金中都的这个位置上呢 再营建了 就只能另起炉灶了 这里边啊是一个博物馆啊 但是呢他今天不开放啊 他这是绑着这个金中都的这个宫殿机这个建筑啊 里边这个博物馆就讲这个海灵王怎么迁都啊 然后怎么营建的这个金中都啊啊 挺好的一个博物馆 非常可惜啊 因为不开放啊 里边有一些个文物啊 更多的呢 有些个图片啊 和这个 和照片啊 所以呢就是以后如果大家有空来这个金中都公园啊 等这个疫情结束了 他这个博物馆开放啊 然后大家呢可以进去好好看一看啊 这个公园不要钱是吧 不要钱免费啊 免费不要钱 还有博物馆 是吧 这个是是很不错的 很不错的 他呢你看就是在北京二环路边上 啊 这么一个角角落里边就是这么一个一个这个小公园啊 哎 像个街心公园啊 但是呢 建得非常好啊 非常好 所以呢就是以后如果这个大家感兴趣呢 可以来这些地方来这个地方啊 这个这个 呃 寻忧探古啊 缅怀一下 是吧 我觉得这都是一个很不错的这个这个 很不错的地方 基本上呢这个金东东公园呢 如果这个博物馆进不去就这么大地儿了 大家看一眼这个 是吧 你看 你看建都之史啊 这项写在北京建都860年纪念展 是吧 他就是把这个北京建都的时间就是追溯到金中都 你因为那个辽南京也好 你这个唐优 唐优优就不用说了 辽南京他毕竟不是个正式首都 是吧 辽国皇帝都是住帐篷里到秋水春山四十奈博 他到底不是个正式首都啊 所以他用这个金中都作为这个北京建都之史啊 这么一个展览呢 特别好 基本上金中都公园呢 就这些啊 如果大家走马端花的走呢 就是很快就走完了 但是你听我讲了一讲呢 应该对这个遗址公园就有一个详细的了解了 啊所以呢这个大家感兴趣呢 以后可以来的冰箱园啊 要玩 宝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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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大家打招呼 宝宝 宝宝 哎 我是小巴兔 哎呦 抱爸爸抱着这紧 爸爸的感动 喜欢这些个内容的朋友呢 欢迎您在YouTube上订阅圆腾飞个人频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